媒体传称当代中国有两部棋书 一部是转法轮一部是九评共产党 转法轮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著 1995年开始发行 这部书的问世使得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迅猛增加 截至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1999年7月 已有上亿的中国民众在修炼法轮功 而九评至今又引发一亿多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 评论指出 这两部棋书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有力推手 即报道 这两本棋书也在中国共产党官员之中流传 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并不奇怪 他说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功的核心价值真善忍 为什么能够如此广泛和迅速的为中国社会所接受时 人善良的本性会驱使这些官员去了解真相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一个建立在真善忍的价值基础之上的文化 中共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同学张孟业曾经担任广东省电力工程学校的高级讲师 在清华校友聚会时 张孟业不止一次向胡锦涛推荐法轮功 并给胡锦涛的夫人刘永青邮寄法轮功书籍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 张孟业又亲笔给胡锦涛写公开信 呼吁他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开创了一个共产党建政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奇迹 因为中共要镇压任何的一个团体 几天之内 这个团体就销成匿迹了 可是法轮功走过了十几个春秋 在迫害之中 在人类古今中外最强横的这么一个独裁政权的镇压之下 走过了十几个春秋 它不但挺过来了 而且传播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 是什么原因 使这个法轮功的生命力如此的茁壮向上 那么我想每一个的中共官员 他都有好奇心 他都想去了解 大陆维权人士胡佳表示 网络上有不少批评共产党的言论 但是要有系统又多层次的阐述却很少见 他认为《九评共产党》这本书 把中国共产党分析得很透彻 《九评共产党》这个比起确确是一件 就是说喊出《皇帝新装》的这么一个著作吧 而且中国网络流传很广 其中人看到以后的话也是拍案惊提的 包括我 我觉得像这样的书 最主要的还不在于说谁推出一本系统性的书 而是这本书 启发大家认清了这个事情以后 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经历 去再尝试这个共产党的本质 这个我觉得才能够作为燎原的这个火 《九评共产党》是2004年11月开始 在海外大纪元时报网站上连载 这部书的问世引发中国民众 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 至今已经有1亿2000万中国人 声明退出了中共组织 这不是讲仅仅只有法轮功学员 是非常多的民众都参与着这件事情 那海外也有带回去的也很多 因为我自己就认识这样的人 他们每年都回去 回去呢 他们都带一起酒瓶的光点 我认为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那从高层到各个阶层的人都知道 今年4月 温家宝访问波兰 26号下午 温家宝的两名随心人员参观温莎老城时 遇到了一名法轮功学员 在看到法轮功学员送上的 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文真相传单时 他们愉快地收下 并说 那个酒瓶我们早都有了 就不拿了 送给还没看过的中国人吧 虽然这两部棋书 目前在大陆被列为禁书 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负责人易荣向新唐人表示 包括中共610官员 警察 已经有很多大陆人士声名三退 所以酒瓶共产党 真是一部宝书奇书 它会引发中共的崩溃